今天大话题要跟大家聊聊 想要买便宜的东西呢 很多人的第一直觉 可能就是会到淘宝 或是虚应 或是拼多多上找找 而现在其实不止我们是这样子哦 因为很多美国人呢 想要捡便宜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呢 也就是外国版的拼多多了 同时呢就是叫做Tenmue的这个APP 会在这上面雪拼 这也让Tenmue是这近几年来呢 是在欧美是迅速窜红 并且成为了美国最热门下载的APP之一 而中资电商平台拼多多旗下 这个Tenmue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才在美国发展的 但是呢推出美多久之后啊 就以这个极低廉的商品价格 在全球的49个国家掀起了旋风 这也对当地的电商带来了威胁 而根据了市场分析的机构的数据哦 Tenmue呢推出之后 是一直在全球的应用程式下载排行榜上市呢 名列前茅的 每个月有近1.52亿的美国用户 不仅是迅速成为仅次于亚马逊的第二大热门购物APP 这越活越的这个用户呢 也超过了5500万户 跟亚马逊的近7000万户 仅差了大约20% 而尽管呢这个站点是遍布全球 但是其实呢 美国市场一直是Tenmue的核心阵地 因为其实光是美国市场哦就贡献了60%的商品交易总额 因此呢Tenmue据传哦在美国是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要吸引新的客人 同时更是Google的主要广告客户之一 甚至呢在美国年度盛世也就是超级杯当中还投放广告来吸引客人 不过其实Tenmue今年呢 却是希望将美国的商品交易总额的占比 要从60%降到30% 要把这个鸡蛋呢分散到其他的篮子里头 其实哦因为在这个2023年4月之前呢 Tenmue的想法还是要把美国市场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再扩及全球 不过由于因为数据风险履体遭到点迷 再加上呢有鉴于这个TikTok跟美国政府的纠纷 在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众议院是表决通过法案 要求大陆的字节跳动公司 要在立法后的6个月自TikTok撤资 否则呢将会禁止应用城市商店上架 而虽然说这个禁令呢尚未正式生效 然而TikTok在美国面临的压力 其实呢也如同埋在Tenmue身上的地雷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 而平德德呢也感受到这个潜在的危机 所以也希望呢可以控制地缘政治风险 也决定要加快脚步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把这个发展重心呢转向美国以外的国家 美国以外的地区 而这个宣传的重点呢 其实呢也从吸引新客人 转向要留住旧客人 在去年第四季度 Tenmue在这个美国市场的广告费用的比例呢 是高达了63% 不过今年截至4月份 这个占比呢只占总额的38% 因此呢 今年在美国的这个第一季度呢 至少每月使用一次Tenmue的这个人数 已经降到了5000万 这跟去年第三季度的5560万高峰 来比是上降了10% 不过其实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 这个月度的用户数增量呢 则是激增了128% 而Tenmue的这个影响力呢 已经达到足够巨大了 所以眼下他们的重点呢 也是要符合各国的规定 他们表示宁愿放慢扩张的速度 也要确保所有合规准备 和市场调研到位 以避免出现难以扭转的局面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